Toshima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主题时 美丽的大自然 当元19远近大不同的艺术宝典 那就是色调 色调 色调是什么呢? 色调就是指颜色的明暗或者深浅度 然后当一个颜色加入不同比例的黑色或者白色的时候 就能够调出不同深浅的颜色 然后形成渐变的色调 下是各种色调的例子哦 因为慢慢增加白色会使色调渐渐的变亮 慢慢增加黑色 让色调渐渐的变暗 这就是色调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色调有什么功能 色调能够营造出立体形态的感觉 除此之外 色调也可以给我们营造出浪漫的气氛 比如说中心色微柔和的粉红色 然后地毯穿联等等 用红色加白色的色调 家具白色 然后房间局部点缀淡蓝色 这样就会给人一种浪漫的气氛 之外 色调也可以营造出华丽清新的感觉 比如说中心色为九红色 蓝色和金色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九红色的沙发 然后暗示红色的地毯 墙面我们用明亮的米色 然后再点缀一些金色 比如说附近的碧灯 这样就可以给我们一种华丽清新的格调 然后再继续